初葬公司在智慧城市的發展方面 是反映一個空中原意的作色 要做到這個智慧城市 我們必須有全城的覆蓋 我很深信發展智慧城市的第一步 是先做好信息安全的準備 所謂物聯網的物字就是感應器 它是做甚麼呢 它是令社會比較聰明 感應器量到一些資料 它就會將這些數據傳回雲端 從而作出分析所謂大數據 這對社會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當智慧城市越發展 我們投放得越多IoT物聯網的產品下去 我們越要搞清楚究竟用甚麼方法 得到一個叫Security Assurance 安全保障 工程師很聰明 但工程師是建立東西 他沒有想過世界中有那麼多壞人 他現在要學習的是學習如何保護它的產品 買東西的人 客人有選擇 你買一個網絡機器 你如果願意付出多些錢的話 其實你可以買一個更安全的網絡機器 初創企業對自衛城市發展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一些初創公司的創新方案 是顛覆了現有的經營模式的 亦都很有效地可以運用到社會的資源 只要政府和商界能夠提供一些 更完善的開放數據 再配合一些相關的網絡安全法規 所以初創的企業就能夠有更好的空間 去發展它的創新應用 一個社會是不是Smart City 除了你給得起錢買很多器材 你都要一些人同時升級才行 大學生大專生 他未畢業之前 就要和一些公司共同去做一些培訓 我叫這個叫Deeper Training 深度培訓 希望推導到企業的發展 從而達至互利共贏的局面 智慧城市不是單靠一部分的人就可以城市 是需要各界一起努力 提供更多的空間 讓更多人得以將創意變成事業 整個城市都能夠有所得益 我們在獲得更多的地方 我們在獲得更多的地方